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大伙哥 我只是又搬了个家,并不是嘎儿了 37新赛季,咱们叫我呢 毕竟这种便宜又好整的东西 简直太适合买不起手机的我了 轰摸37 5 Pro来嚣张起来 今天瞧一个,拆一个,主打就是通透 未必灭浪为同志们时间 拆的这个已经大卸拔块整好了 小玩意不复杂,咱正常往后走 哪里说到哪里掏,简直完美 原本通过纸面参数 对轰摸37 5 Pro的尺寸身材 已经提前做主了心理建设 因为号称36瓦嘛,做成多大一团都并不意外 但说话说不出意外,意外就要发生了 没成想,哥们这把整起了反差萌 精致小小的模样令人恍惚 倘若扔到上个赛季,磁吸状态 仅59.2毫米的宽度 几乎可以说是大功率磁吸中 横着走大尺寸单智能片背夹里 异能任敖油 同时得于主体足够的小 及时装在夹扣,视觉上也依然能够飘散紧凑的韵味 不过当然,暂且抛开配置 这块主要还是错觉的成分多一些 次质63.65毫米的宽度 以及113.3克的总重量 相较常规背夹 其实优势不会有你想象中多 正面全都是设计主板细节一览无余 也许你会怀疑是不是显得比较繁杂 但实际就算放到专注简约的索尼身上 好像也并没有格外的突兀为何 或许未来最大程度削减不必要重量 除了风扇底板而本次的RGB 就只有主板上的三颗小灯珠了 没有导光板等设定 效果算是以logo为主 我不知道这个颜值大家觉得如何呢 尤其搭配透明银翼版的红魔9 Pro 还是很有感觉的吧 提格小小的建议 希望能再搞个带白光的版本 相信在这套框架之下就比较圆满了 此期没啥可说的还是常见的模样 iPhone 15 Pro Max为例 吸力可以满足手机自身重量 只要不是刻意剧烈晃动问题不大 实测大致可以穿透三张A4纸 0.3毫米左右 如果非要带壳时 建议搭配磁吸片或者干脆上夹扣 小夹扣虽然丑的不大 但即便是三星S24 Ultra这种比较宽的机型 也依然留有相当余量 夹只胶垫留有按键空间 覆盖长线手机没有问题 平时能桌上当个支架也是可以的 两处有带优化的点 一个是装在夹扣之后 尤其使用过程中物理开关比较难以够的 再一个是有点调线 比如轰膜做成圆头的这个线 因为体积太大就会被挡住而插不到底 冷面接触面可圈可点 首先身形与面积近乎1比1 原地铺满 超过3300平方毫米的实测数值 参考上个赛季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霸气 就算本赛季恐怕也难觅敌手 其次纯同均冷版全覆盖 并没有出现曾经咱们见过的那种接触面 有一大圈 其实是虚假无效的局面 最关键是厚度令人舒适 达到了至少0.2毫米 绝非恨不得比纸都薄 薄得难以完整拆下的铜箔 能够相对更加有效的实现均冷目的 只是这么干空仔肯定讨不到便宜 不过侧重时效 摒气刷漱的做法 值得肯定 热面三分之结构无需多言 但这个散热件同样真的是有点东西 全区齐片面积拉满 目测铝合金表面还喷涂了碳极材料 增强热辐射 重头热器是整个散热件的底板 既是传说中的微锡均热板 面积磅礴 异常扎实 中心厚度更似达到了2毫米 众所周知 同等参数下能否持续高效的散热 通常是半导体制冷片制冷的关键所在 相信大家已经见过很多散热器 往往起手非常的猛 但随时间推移 难逃冷面温度回弹 就是差在了这儿 而红魔本次加入的微锡均热板 处理论上能极大加速整体循环 仿佛连风扇底部吹不到的区域 似乎都重拾了站起来的希望 实际效果值得期待 另外想插一嘴的是 这把的硅脂 也属死是没少夹 拆解损耗了将近25%的前提下 最终居然还有这么一大坨 童子们感受下 风套方面 虽然这玩意严格讲主打磁吸形态 但还是保持了背夹的上下厨房 避免吹手 测试价以及红外不难看出 对于规避热方反向加热手机 也有一定考量 不过看起来由于风道的独特设计 尽管主板背面做了隔热处理 左上与右下区域 工作过程中依然有被加热的现象 但为什么厨房是这样的错开设定呢 主要还是为了兼容背夹形态 毕竟装在夹扣之后 唯有四角通畅 当然这并不算什么问题 这是红魔9pro为例 如果你想最高效的使用内外双扇叠加 内置风扇的进风口 会与外置风扇的出风口有一定重叠 不排除少量削弱效果的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 难得红魔9pro本代机背板如此的平坦 为最大化效果 接下来实测当中 涉及双扇叠加的部分 在红魔身上均使用了这个加持位置 实测25摄氏度室温 10分钟空载 冷面最冷点 温度最高档位大致12秒左右 就能砍下20摄氏度 30秒干到0摄氏度 最低为零下5度 整体降幅30摄氏度 整扇功率 在开头降温时极限冲高 峰值达到37.21瓦 后面则基本稳定在24-25之间 平均功率24.93瓦 总体一如预期 红魔这把最大特色就是个稳定 钉死零下5度 未见明显回弹 当然可能有同学觉得 零下5度的空载会不会有点太小了 这点主要是由于 虽然说是空载 但严格讲负载就是军冷板本身 而红魔这次的军冷板 属于又大又厚 相较又薄又小的 为所玩法注定是有些吃亏的 3D Mario考机 分别以轰魔9 Pro 与iPhone15 Pro Max进行测试 其中轰魔默认内置风扇二挡 iPhone是直接磁吸 在此极限压力中 轰魔周身五面最热点 平均砍下9.5摄氏度 CPU下降6.9摄氏度 GPU下降6.8摄氏度 电池爆降11.3摄氏度 颗粮的轰魔始终为 平均功率超过13瓦的满血风批状态 这个效果我认为还是比较给力的 至于iPhone 因为其本身对这个软件 就没给什么输出 所以结果自然是冷酷了 周身最热点温度 平均直接怼掉了将近11.1摄氏度 咋说呢 再冷点温枪都快拍不到了 属于是 30摄氏度游戏实测 选了星铁 因为感觉还是这晚上发热会比较大 可以看到尽管环境温度来到了30摄氏度 但30G的降温效果 和刚刚烤机中的表现实为接近 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周身平均 6摄氏度以及9.7摄氏度 再看iPhone这边 不加背夹的话 最高画质平均只有38帧 加了背夹输出增加1.5瓦 来到平均56.8帧 此时吊身情况可以看到 隐约存在一定规律性 这是因为跑土的路径没变 每次跑到差不多位置都会吊 也就是说如果跑出优化问题 加了背夹其实应该是从没法玩 变成原地满针了 温度方面 周身平均下降了7摄氏度 电池下降10.2摄氏度 噪音方面 未贴近真实使用 还是全取装载37后 正面距离屏幕30公分位置 并预热一分钟后开始测量 实测最高档位 等效连续生涯级约为41.7分贝 期间最低41.2 最高43.5分贝 此外默认的预制档位 大致为37.3分贝 考虑到测试环境 咋说也是不及实验室里 那么的绝对安静 所以四捨五入官方的35分贝 应该确实是准确的 只是指的并非最高档位 而是默认的预制档 通过1%被评成分析 可以看到最高档位 在人耳相对更敏感些的 高频范围内 是要显著多于默认档位的 尤其大概1250Hz左右 而默认档则恰好相反 低频及超低频多 高频少 所以总体听起来 你就会觉得该档位 要比最高档显著安静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简单听听看 软件方面通过蓝牙连接 由头玩APP提供调节支持 37可以升级固件 如果是红魔手机 那么游戏空间当中也是可以的 温度设定提供了智能控温 以及手动露花杆两种方式 花杆在安卓中总共为41档 在LIS中为无极 通知APP包含软件开关 与RGB灯光设置 灯光也可以单独关闭 有待完善之处 是尽管具备了比较丰富的设置 可这些东西 要么在游戏空间里 要么在投玩APP 实际游戏中途 无法临时调整 只能打断游戏才可以 尤其针对红魔自家手机而言 我觉得这回头最好 还是能在策划菜单中 加些快捷操作 或许会更加方便 总体看起来 个人觉得这把的红魔375 Pro 绝对配得上设计精巧 用料扎实 从大面积加厚 军冷板 到36x36毫米的 北冰洋定制制冷片 再到左右2毫米后的 超大微吸液冷 外带30片涂炭 甚至是超量的硅脂 这套东西打下来 很有性价比了 更不用说 30摄氏度环境下 能把封皮状态的红魔 压下90摄氏度的 实际效果表现不俗 当然因为本赛季的 其他几位选手 目前要么仍是预定期货 要么暂且还买不着 红魔横向究竟 能杀到什么位置 不得而知 这点只能后续 有机会再琢磨了 但可以确定的是 始终走在 创新路上的小红 不论双盒 窝轮一行 还是防吹手的 上下厨缝等等 每次琢磨出来的玩意儿 或早或晚 都会引起新的跟进风潮 本次的微吸液冷 估计也逃不掉 朋友们可以预测一波 第一个拉下脸的 会是谁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全部内容 虽然短了点 但密度应该还可以 如果你感觉有点意思的话 还望不令点赞 关注 转发收藏 随便怎样 就是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是大手哥 我们下期见